大家好,欢迎来到阿卡游戏频道 让我来给大家继续我们的3月的下半部更新内容 3月15号没有什么大更新,主要就只有SG造星池 以及Mission Pass的更新 哦,对了,期间3月15号至3月22号的第一部A6的跑酷活动记录 会能够获得奖励,有兴趣的朋友别忘了参加 然后就轮到我们的3月22号的更新 先是春季的下半部 积分商店物品的补货 以及期间现金任务的更换 跟前半部一样会依据打倒外的数量来分排名 然后就是我们的A7造型池 最后就是我们的奥铺路线的增加 还有给大家补充一些在PV里没有放出来的内容 从3月1号起能通过完成限定任务来获得Slayer的武器 或者造型的更换票最多能获得20张 无此之外,同样是从3月1号起 会有装备强化活动 在这期间强化大成功的成功率会增加40% 以及特殊能力最佳的成功率会增加58% 在更换装备或者在制作装备的朋友们 注意这段时间去增强或者制作自己的装备吧 然后下面这个只给国际服PSO2的玩家们 在3月8号的回修过后 官方会赠送10张特别刮票 以及强化辅助道具 还有就是在那段期间会永远能够免费使用 最后从3月15号起 会有boost活动 该活动内容是 一有掉落率增加25% 期间活动积分的获得率增加50% 以及预设技能的掉落率增加150% 要赌命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哟 还有最后一项是咖喱活动 该活动有兴趣的朋友们 能够到官方网址去了解详情 而且该活动只限定在一些指定的店铺 有兴趣的能去尝试一下 当然这些店铺只限定在日本 我爱的朋友们就非常抱歉啦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我是Handadio 我们下期再见